好來我們來看概念二 概念二叫做根式的乘法運算 來,根號3乘以根號2是多少 我先跟大家講答案 根號3乘以根號2是多少 很簡單,你就寫一個大根號 把這裡面的數字把它乘起來 3乘以2 所以根號3乘以根號2,根號雖然是分開的 但是呢 它可以等於根號3乘以2 那根號3乘以2是多少 就叫做根號6 就叫根號6,請注意 我們其實呢 這個寫的時候,根號3乘以根號2 等於根號3乘以2 乘法可以這樣做 有些同學就會想說,舉一反三喔 老師那個加法呢 根號3加根號2 會不會等於根號3加2 不會 加法沒有這個性質 你可以想想看嘛 你看喔 根號4加根號9 等於 會等於根號13嗎 你看 根號4是2 根號9是3 2加3 不會等於根號13 所以這是錯的 這是錯的 請同學特別注意一下喔 這個地方呢 沒有 沒有,加法沒有 減法也沒有 所以呢 根號3乘以根號2 等於根號3乘以2 這個只有乘法跟除法 才會有 乘跟除才有 我們後面學到 除法怎麼處理 那減跟加這個沒有 沒有這樣的一個性質 請同學特別的注意喔 那再來呢 就有些同學說囉 老師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 這個蠻關鍵的嘛 你要先知道為什麼喔 這個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呢 我們先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喔 首先呢 我們不要直接算 根號3乘以根號2 我們先算 根號3乘以根號2的平方 它這個的平方是多少呢 請看好喔 它叫做 根號3乘以根號2 兩個這個乘起來 平方就是兩個 括號乘起來的意思 好了 那全部都是乘 我可以先乘這兩個喔 根號3乘根號3 然後再乘根號2 根號2乘以根號2 好 那根號3乘根號3 3 根號2乘根號2 這個我們之前學過 然後呢 3乘以2 等於6 好了 這下就有 就有趣喔 請看一下 多少的平方 等於6 多少的平方 是6 你猜猜看嘛 你現在你猜 多少的平方 等於6 好了 那我們就知道說 你既然要猜多少平方是6 這個框框等於多少呢 我們找不到哪一個數字 它的平方剛好是6 不是3喔 3乘以3是9 也不是2喔 2乘以24 多少的平方是6 我們找不到我們這個 現在所學的 分數小數或整數 他自己乘自己等於6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個符號叫做 根號6 這是之前說過的喔 那框框裡面是多少 框框裡面叫做 根號3乘以根號2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算出來 根號3乘以根號2 它的平方是6 所以沒有平方之前是多少呢 他就是根號6 6怎麼出來的 6就是 3乘以2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知道 根號3乘以根號2 就是根號 3乘以2 這個 這個這樣子 從這個角度下去思考的 同學就能夠比較理解了 那我們來看右邊的例題 根號3乘以根號7 根號3乘以7 3721 很容易 第2小題呢 第2小題怎麼辦 第2小題 你先算那個數字 什麼叫 負2根號5 負2乘以根號5 什麼叫3根號3 3乘以根號3 好 那這時候呢 你先算數字 數字跟數字算 文字跟文字算 好了來 負2乘以3是多少呢 這叫負6 再乘上 根號5乘以根號3 根號5 315 合併 負6 根號15 就這樣子算 好再來第3小題怎麼辦 第3小題請看一下 第3小題呢 叫負根號2 負根號2 我們要把它想像成 叫負1乘以根號2 第二個3根號2 我們要把它想成 3乘以根號2 好那這時候 你就是這樣做囉 數字跟數字算 然後呢 有根號的跟根號來算 那這時候答案是多少呢 請看 負1乘以3 負3 根號2乘以根號2 就是2 負3乘以2 負6 好這個是簡單跟大家做個說明 再下來我們在下面統整一下 如果A大於等於0 根號裡面不能是負的 根號裡面一定要大於等於0 B大於等於0 則根號A乘以根號B 等於 根號A乘以B 也就是說這個根號呢 遇到乘法的時候 他可以把它拆開來 或是把它合起來 這個地方呢 跟大家多做個說明 負1 3